全宇宙的朋友你們好 我們是 蘇打綠 這一生蘇打綠真的久等了 蘇打綠在去年拿回名字後 兌現恨打粉們的約定 在530蘇打綠日這天 重回老地方唱歌給大家聽 今天你們很辛苦吧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朋友 可能請了假 也可能一直很緊張說 今天到底會不會受到影響 天氣影響 但是你看 你知道嗎 我差一點也請假了 對 前天我還在想說 假設天氣不好 難道我們的命運就如此嗎 結果今天 也太多船了吧 真的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不會要重演我們十幾年前的 海洋音樂記 你們記得有一次狂風暴雨嗎 對 而且這幾天 每天就是打開手機 那個新聞推播都推給我 唱演唱會的消息 我心裡想這是什麼賽嗎 天啊 而且你知道我覺得 我最怕我下不了台的 是什麼嗎 是什麼 對 因為本人其實有一個小名 叫做 想說差一點要砸招牌 我們暈涼一下 大家可以閉上眼睛 想想這六年 我沒有想過 我可能會 你拼20公斤出現在這舞台上 但是沒問題 我們還是站在這舞台上 你們也還是在下面 加上今年出的那個 我們的趴趴cast 算是挽救了阿福的婚姻 他們夫妻在趴趴cast上面 把真心話講出來之後 他們回去真的有趴趴cast 不 現在還有鏡頭在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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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要 攝影大哥剛剛那邊卡掉好嗎 是有一些趴趴cast進來 剪掉真的是沒可能耶 不過除了有點歪掉的話題 他們還有個天大好消息要全部喔 心裡有一股電音覺得 好像應該要來準備一下巡演了齁 今天免費入場的各位朋友 下次該付錢了吧 我們明年希望大家就是盡量 都多幫我們買一些門票可以嗎 忽然之間你不被我 避免的所有世界 當初的猜疑好解愛 感知真正義重演 不理解你發現了我 發現了所有改變 當初的影響變得心 我愛的努力活在昨天